大家好,我是戴野猪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无相交响师保姆级攻略 主要针对人群防沉迷同学和上班族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用最少的时间拿到所有奖励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想要的角色 祝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务 祝所有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还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有什么原神问题可以问我 这次活动不用做任务 直接点击活动详情 然后前往挑战传送过去就可以了 首先是正常的活动难度 我这里选择的角色应该是每位朋友都拥有的 安博送的,巴巴拉送的 香菱身边随便打几层就送了 然后还有那个女仆是新手卡池 有些朋友是女仆没有练的 女仆你把她随便练几集对吧 给她穿一点防御的摄影物就行了 反正理念就是开个盾 主要的输出就是来自于香菱的风火轮和那个锅巴 最后是新手带的 至于为什么要带女仆呢 就是为了防止角色突然咯屁 比如说现在这个场景 我相邻不是有护盾了吗 死不了了 接着是无相之兵最后阶段 切换弓箭手安博 然后瞄准射击 把这些兵块打回去就完事了 正常难度打完以后 记得都领一下奖励 领完奖励以后 那么我们再选择其他的挑战难度 这里直接选择无位就行了 最后一个是没有奖励的 直接打无位就可以了 点无位 然后选择右边的buff 这里我个人推荐 选择第一个buff 就是火元素伤害加成150% 接着就是无位难度了 这里用刚才的队伍也是可以打的 用相邻魔过去 只是时间要用的久一点 所以我选择要消攻 为了打的快一点 那么大家很多人朋友 都是抽到莱伊拉的 有莱伊拉不用那就是浪费 那么开护盾 他这个技能一出 你跑过去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演示 非常的简单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随便找一个火柱站着 然后他基本上都是会靠近你的 然后你在这边又能取暖 又能打他 反正只要他过来了 把他打一顿就行了 反正这个无相之兵还是很简单的 只要套路掌握了以后 就算没有消攻 在这个角落也可以用香菱 把他慢慢给磨死 用锅巴和大招 所以朋友们不要觉得 新人朋友不要觉得我没有胡桃 我没有萧公这个boss怎么打 有香菱就行了 练香菱 练香菱是不会错的 另外要注意的是 莱伊拉的盾只有12秒 记得没了就补 没了就补 只要莱伊拉的盾在 基本上巴巴拉都不用上场加血 另外多一下嘴 3.3前段直播将在11月25号开启 直播时间晚上8点到8点40 期间会送出300原始兑换码 和防止密同学上线时间重叠 没时间看的朋友可以关注野助我 老粉都是知道的 我会第一时间把兑换码发在动态 让所有朋友都能拿到 只希望每一位关注我的朋友都不错过 同时我还会把长达一小时的直播内容 精简成几分钟的视频 方便大家观看节约时间 还有后续整个版本的原始计算 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做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活动资讯攻略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